近五年台湾各行各业导入AI人工智慧 来进行创新转型 促使产业AI化 可以想见未来十年 AI将逐渐从一个新兴产业发展成为成熟产业 在这路上 裴超凡认为台湾人才基础稳固 但企业也应该加速转型的想法 让人才有表现的舞台 其实人才的整个培育 它后续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有个发挥的舞台 你要有一些实物的经验 经历来讲学跟用 学跟用之间其实是有个落差的 2000年网络泡沫化现象 让裴超凡认为这是个转机 选择在隔年创业 以Qpoint学习社群为主题 来解决使用者的需求 在网络泡沫化那个时候 其实我认为整个大方向是 资金所投入的速度 大于整个市场它所能够接纳 所以说那时候 资金的一个膨胀速度太快了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整个 整个世界 包含说整个产业发展趋势 包含说利用数位的技术 让实体走向虚拟 然后通过网络 让一切变得更便利 普遍来说我认为台湾的人才数值 一直都是很高的 因为身为台湾人我看到很多 我身边一些很优秀的伙伴 其实他们最后都出国去工作了 然后很多软体人才 甚至像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是直接就在台湾 但是是领国外的薪水 我们目前这个Qpoint学习社群上 我们就设计一个三阶段的 三阶段的一个学习计划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 所谓的学习马拉松 那个东西比较像是 一个透过翻转教育的方式 让同学们他们可以去自学 AI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点整理成一个 像学习地图的东西 那我们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把这些学习知识点走完 真的还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下一个阶段 就是叫做工作坊 它就是一个主题的工作坊 那透过主题的工作坊 他们可以就是让同学们可以随学即用 也就是说 他们所拿到的这些程式码跟范例 他们可以在上完工作坊之后 可以直接拿来去做修改跟使用 第三阶段有一个叫做 Qpoint有一个叫做 AI Top Gun的计划 那这个Top Gun 其实是我们希望的愿景 是建立一个开发者社群 透过这个开发者社群 我们能够去帮企业们 尤其是刚提到的一些中小企业组们 去协助他们解决他们资料科学 或资料工程相关的问题 顺应潮流 许多人也积极想成为AI人才议员 裴超凡认为 透过自学和共学 从零基础到实战学习社群 想要进入AI领域 一点都不难 AI Top Gun的计划 事实上就是 能够把产业的问题 把它带进来之后 然后呢 透过专家跟助教去协助 学员们去找到这个解题的方向 那在这过程中他们参与了这个实物的开发 他可以理解到说从一开始的 从资料的签处理 特征工程 到之后选择不同的建模的方式 然后还有包含说最后的什么挑战跟部署 他有一个完整的经验之后 他拿了这样的一个经历 他是可以在后面不管是找工作啊 还是求学 他其实都可以相当的证明自己的能力 以一般的AI工程师来讲 其实我们数学统计的概念 大概只要大一大二的 就是重新把大一大二的数学基础 好好的复习完 其实大概就可以入门了 一些资料工程师 或者是我们泛称AI工程师 其实他们都有 还有很大的发展的舞台跟空间 所以我觉得只要能够自己 有方向拟定好 然后给自己一个 有纪律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计划 然后持之以恒的去住 我想应该都有机会进入 而且真的没有像一般人想的这么难 可以善用你周边的 开发者社群的那些程式码 或者是像刚刚提到 云端服务的一些工具 都可以让你更快的可以 踏入这个领域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 更好影片的动力哦 也订阅开启小铃铛